好,各位同学大家好,现在我们来示范如何由学校首页进入校务行政系统中的全国图书馆模组去填写你的阅读心得。 首先进入学校首页,在画面的左方有校务行政的连结,请直接点入。 此时会跳出校务行政系统的登录画面。 如果你之前没有登入过本校的校务行政系统,你的身份证字号将会是你的账号及密码。 这时候,登入后,系统会要求你自定账号并更改密码,而后就能由你自己的账号,自定的账号及密码,登入校务行政系统。 好,那我们开始登入。 登入后的画面,就像现在所看到的样子。 那在画面的左下方有一个全国图书馆模组的连结,这时候请点入。 点入后会进入全国图书馆的模组画面。 在画面的上方有一排标签,请点快乐阅读标签。 当点一次时,画面的右标签并不会出现阅读心得相关的连结,这时候请再点选一次。 此时会发现右边有一个阅读心得的标签,这时候请继续点入。 点入后,在画面的右方有一个我的阅读心得,请继续点入。 点入后,在画面的右下角会出现两个标签,请点选发表心得。 这时候会跳出一个对话方,对话视窗。 请查询你所阅读过的书籍关键字。 当你完成输入关键之后,按查询之后会出现一些查询的结果。 在底下选择你所阅读过的书籍。 之后会进入发表读书心得的对话视窗。 请在新的标题及新的内容中输入你想输入的内容。 填写完毕,一定要记得点选送出老师才能收得到你的新的文章。 如果不要的话,则可取消返回原视窗。 当新的输入完毕后,请记得点选登出你的系统。 以上就是我们所做的示范。